欢迎收看股市张国策 我是吴雷光 今天的大盘呢再度拉回 而我现在上节目的时间 跟昨天也是一样 在12点55分左右 结果碰巧的是什么 昨天上节目 我们的大盘指数下跌了150点左右 而现在的大盘也是在150点到160点 那为什么今天的大盘会跌呢 各位待会听我慢慢的说来 你就会明了 我之前是怎么跟各位 做一个报告的动作了 从2024年开红盘的第一天 到现在1月17号了 那我相信呢在这个期间里面 我把我每天看到的不管是台股不管是美股 都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动作 那产业方面也是一样 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也是一样 那到现在为止的 目前都是精准的命中表达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 买点 当然在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一定会有一个买点浮现 相对的在一个买盘一路向上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压力 让你去卖获利了结的股票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 1月4号 1月4号 我在节目 我在节目跟各位报告 报告什么呢 报告说 如果说今天的道琼 会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会被做拉回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白点 是滑鼠游标的箭头 我在节目告诉大家说 它会拉回到这里 各位 拉回到这里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宽度 这个是1月3号 1月3号的K线 到这个箭头 这样子的一个宽度 我也去算好了 大概两天左右 然后这个箭头呢 各位往左边看 往左边看 这个箭头没有低于 这根红K的下影线 没有低于这根红K的下影线 所以这个箭头 这样子过来的话 大概是在 这根红K下影线的一点点 大概我就是我这个尺 放的位置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或许你会认为说 吴老师你真的有那么准吗 道琼真的会跌到那边吗 各位 很多事情我都是在 视线就跟各位说明了 所以在没有发生的时候 各位一定会有一些 怀疑 这个我能理解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如果怀疑归怀疑 但是被我给命中呢 被我给命中 那是否可以对于我的专业 跟我的看法 有所不同的借解 或者是说再相信 磊光老师呢 各位我们看一下 1月4号 我怎么在节目跟大家说 道琼会跌到那个位阶 我们进1月4号的VCR 所以我预估判断 我不晓得我现在的预估判断 对于法规来讲 是否OK 但是各位看一下好了 各位看一下 我今天不以加权 不以加权来讲 我以什么来讲呢 我以道琼来讲好了 我以道琼来讲 如果说 如果说 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指吻 他可以在那个地方指吻 我相信台股会接受到 这样子一个讯息 再做一个反弹的动作 讲美股应该会 比较没什么事前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的游标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了解吗 各位 看到了吗 了解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道琼的K线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1月8号 从1月4号这个地方 就被拉回 拉回到1月8号的时候 最低是37249 37249 就从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跌破 这一根K线的下影线 而且位阶 正好在这个红K下影线的一点点 对不对 没有错吧 为什么我可以判断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有我的专业在 这有我的专业在 好 1月4号 我告诉大家 道琼的位阶会跌到这里 果然就百分之百的跌到这个地方 一点都不差 一点都不差 1月8号道琼反弹 道琼反弹 从这个37249 一路反弹上去 一路反弹上去 各位 既然是反弹两个字 反弹两个字 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期限 反弹与回升 这两码事 是两码事 所以说我既然讲的是反弹 所以它一定 会有一个期限 那个期限到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压力 就会下来 所以在1月12号的时候 各位 我们看这里 上个礼拜五 1月12号 1月12号 道琼从37801 下来 跌了377点 又从这个地方的低点 涨上去 几乎呢 几乎又跟它高点差不多 这个时候 我在节目上 跟大家报告什么 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如果这样的拉上去 你会觉得卖出可惜吗 各位听清楚 会觉得卖出可惜吗 请问这句话 我的含义是会继续跌 还是会往上涨 继续跌 了解吗 因为不会可惜 不会可惜 假设你会觉得可惜的话 你会是一个输家 你会是一个输家 因为你没有看清楚 那道琼有没有跌呢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先看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 是1月12号 1月12号 刚刚那个K线图在哪里 刚刚那个K线图 是在1月11号 所以那个道琼的指数是 11号晚上跟12号的凌晨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地方 留下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这个12号 留下了很长的下影线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可惜的话 各位 两根黑K 两根黑K 一点都不可惜 因为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那一个是压力 所以我会有没有在节目上 跟各位这样子做一个报告 有 我都是事先跟各位做说明的 我不会去放马后炮 我也不会去看图说故事 我们进1月12号的VCR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不管如何 我们先看这里 这个是他一开牌 来到37801 就一路往下杀 各位 从这个高点杀到这里 跌了377点 跌了377点 如果你能够在那个高点把它卖掉 最大的原因是 你有一个事先的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呢 就是在前一两天 你就已经知道说 他会创新高了 所以我就要在他创新高的时候 做出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 不管这个是开盘 一下子 还是开盘钱 我就直接挂 都可以 都没问题 因为既然是获利出场 不在乎 那一点点钱没有赚到 不去计较这个 我们的格局都很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把它卖掉了 跌了377点 越跌我越高兴 越跌我越高兴 重点来了 到了这个地方被拉上去 又拉高 又拉高 这个时候 心情一定会非常的不准 不准什么呢 我是不是卖太早了 各位 会觉得卖出可惜吗 对 所以各位 一点都不可惜 一点都不可惜 实施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对了八次以上 你绝对是一个大赢家 你绝对是一个大赢家 在股市里面 贪也要在一个时机点 不该是贪的时候 那就真的是不要贪了 否则的话 你会得不偿失 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报告 今天不管如何 在卖的时候 一定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知先觉 当然我们一定要养成在第一个阶段 先知先觉 就把股票卖掉 不要再后知后觉 甚至不知不觉 最后呢各位 不甘心了 就不甘心了 所以先知先觉 一定是在 这一个第一根 然后在第三根的 这个上引线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区域 就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卖法 或许你会认为说 老师 我就是怕 我把股票卖掉之后 它又涨上去了 如果这句话 是成立的 就代表两个 第一个 你买得太早 而且又有获利 然后你不想 又把获利的赔掉 所以呢 你就把它给 获利了结先卖掉 结果后面就大涨 就大涨 那这个时候 你的专业性 跟你的习惯性 就真的要再做一个 省私的动作 再回到这个地方 既然我可以先知先觉的 告诉各位怎么卖 我也是怎么卖的 各位 买的时候也是一样 要买在先知先觉 看这里 这个是2024年1月1号 我上节目的时候 在节目送给大家的资料 什么资料呢 一个COAS的资料 上面呢 第一个 金元代工 台积电 第二个 高速运算 世新KY跟创意 各位 我们看一下 从我送给大家的 这个时间点 他们有没有涨上去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好了 3661 我们看这里 这个起涨点是12月29号 1月1号 当然是放假啦 所以就是1月2号 2024年第一天的开烘盘 就从这个地方 一路上去 3310元 到了这个波段的时候 是3855元 这个地方涨了500块 将近500块 然后就跌下来了 然后3443呢 也是一样 从这个地方 1月3号 一样的1月3号 然后整理两天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的时候 各位 也在1月11号 这个地方来到了 1880元 这个地方也涨了200块之多 好 后来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卖压 卖压行程 卖压行程的时候 各位 这个是黑黑的第一天 黑黑的第一天 如果这先知先觉 应不应该在那第一天就卖掉 或许你没有想到 对不对 或许你没有想到 但是累光老师想到了 而且我也非常 无私的在节目上 跟各位一起分享 应不应该卖 各位 看这里 这个是1月12号 上个星期五 第一根黑黑 第一根黑黑 应不应该卖 应不应该卖 如果你跟我说 累光老师 以前的经验 我卖掉它就往上涨 所以 我不想卖 不应该卖 不应该卖 这个是创意 四星K1呢 一样 1月12号 1月11号创新高 1月12号 应不应该卖 应不应该卖 各位 1月12号 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看了我的节目 而且相信我 我相信 如果你手上有这两档股票 你一定可以卖得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各位 创意从1月12号那天最高的1865 1865到现在是多少呢 到现在是1680 一个是1865 一个是1680 等于这个6跟8就相反过来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边已经连跌4天了 连跌4天了 那3661的四星K1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跌了4天 所以是不是 买跟卖 都要在先知先觉 专业项目里面 但是我也跟各位做一个报告了 而且事先就跟各位讲 事先就跟各位讲了 所以从一个支撑点到一个压力 如果你能够掌握先知先觉 这个期间的利润 你就算没有赚得最多 你也赚得第二多 你也赚得第二多 所以每一个波段 在一个趋势向上的时候 每一个波段 你都可以做到 这样子一个低买高卖 这几个波段累积起来的 加起来的总和 是很令人可观的一个 一个获利数字 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没关系 锁定战国策 锁定相信 雷光老师讲的 就可以了 所以在1月2号的时候 我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我在2024年 开红盘的第一天 早上的九点钟 早上的九点钟 将我手上的 AIPC的股票 华硕 红基卖掉 1月2号早上九点 我们看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是红基 是红基 1月2号在哪里 1月2号在这里 开红盘的第一天 9点钟开盘 54.2 最高也不过54.4 54.2到54.4 这个地方大概走了1分半 走了1分半到2分钟左右 就一路下来了 就一路下来了 这个是红基 那2357呢 2357的华硕也是一样 1月2号的早上 开盘494 最高498 4块钱 也是一样 在这个1分半到2分钟 9点钟把它卖掉 各位 后面又如何 今天的股价到哪里 今天华硕的股价到 436.5 那红基呢 这两档股票 我也准备在下一次 把它接回来 了解吗 这就是低买高卖 这就是低买高卖 如果你认为说 吴老师 跌得那么多 你还会去买它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我们先不在这边讨论 在股市里面 只有两个时机点 一个叫做买点 一个叫做卖点 如果这个买点跟卖点 你可以掌握得非常好 其他都在参考 了解吗 其他都在参考值 因为你可以掌握一个 黄金时段 黄金的时机 就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待会儿 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 拉回 找买点 而这个买点是我们可以进场的 下个阶段 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怎么找买点 我们进广告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鼓动乾坤 从开航班的第一天 1月2号 当天呢 我跟大家做了一个服务 什么服务呢 一个免费的持股准断 所以大家呢 都有留赖给我 一把手上股票都跟我说 我也一一跟大家 做一个持股的一个 说明的动作 那所以说 这几天下来 我一直都在 都在做这方面的服务 所以各位你们不要客气 如果说你们 手上真的有一些股票 是你们想要知道答案的 而不晓得怎么办 没有关系 一样就留赖上来给我 今天呢跟各位分享一个 一个投资朋友的 好 这个是1月8号 1月8号他留赖上来 然后我就跟他说 某某您好 手上有电脑相关的股票吗 他说有 音乐达 我说好 我帮你看一下 然后呢 随机又跟我说 他有来劫跟励志 所以一共有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 有不同的评价 不同的评价 我就一一跟他做个说明 我第一个 音乐达跌破50元要卖 6799来劫 会跌 3483 励志拉回 可加码 各位 我们一个一个来验证 今天是1月17号 好 先看2356的音乐达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音乐达 现在是1月17号 目前的股价在49 在49哦 所以50要卖 对不对 对 他1月8号 他1月8号 来跟我讲 来跟我讲 在1月10号的时候 也来到了一个49 然后今天呢 今天也是一样 也来到了一个49 也来到一个49 所以会不会再往下跌 各位 今天我就暂时先不说了 因为现在这个是盘中 现在这个盘中 很多 很多的规范 是不可以说明的 但是我相信呢 各位应该可以感觉到 我的感觉想要说什么 好 第二个 我们看这个6799的莱杰 莱杰 莱杰还会跌 还会跌 好 再看一折 这个是1月10号的 莱杰反弹 莱杰反弹 把握机会 做好出场 做好出场的心理准备 以免债欲拉回 好 1月8号 我跟他说莱杰还会跌 我们看6799 6799 1月8号在这边 各位 1月8号最高是183 183 收盘是178 然后1月11号 1月9号 跌到175.5 1月10号 1月10号 我跟大家说 反弹的时候 要有出场的心理准备 否则会再做拉回 我们看这里 对不对 莱杰反弹 做好出场的心理准备 以免债欲拉回 各位 今天有没有被拉回 而且今天的拉回 今天的拉回 最低175.5 这边有一个低点 也是175.5 也是175.5 反弹了三四天 一天的拉回 一天的拉回 假设你的速度不够快 你又拉回到 1月10号的那一天的低点了 没有意义 对不对 没有意义 听我的 相信我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档个股 3483 我们看这个地方 3483 立志拉回 可以加码 我们看立志 有没有被拉回 这个是在1月8号 给他的建议 3483 各位 这是1月8号 最高159 最高159 1月11号 最低是150.5 150.5 有没有反弹 有没有反弹 三档个股不同评价 但是每一档都被我命中 我不会叫你 我看不懂的叫你卖 不会 不会 所以呢 每一档个股 我都懂 了解吗 尤其是我更懂 外资的有心人士的操盘动作 他们的 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目的 所以说在那个K线里面 我看的除了股价跟筹码以外 我更要去看的是 他现在的动机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可以在1月8号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评价 结果呢 外资的动机目的 都被我给揣测中 都被我给揣测中 所以说 该加码的时候 我们就去加码 那不该加码的时候 跌破了 那个停损机制 就给他设停损 就给他特性 你不要说 跌破了停损 结果你不甘心 你又跑去加码 各位 摊平不是一件好事 你不是说越摊越平 你越摊不是越平 你越摊是 你的财富受伤的更大 所以各位 今天1月17号 加赖留言 免费持股诊断 我会告诉你 你手上的股票 每一档你应该要怎么去 做好因应的动作 我会如此的 跟你做一个说明 专业的给你一个建议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 明天见 感谢观看